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示包那些全部都送过了 根本就没什么新意 送一辆新的车给她 不过又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负担得起 这一件温暖的冷衣给她 都是一个好主意 可惜的是 现在大部分的女性都不适合冷衣 每次要想送什么礼物给男人 立刻觉得好无助 每一样东西对她来说 都只不过是感尚添花 或者是可有可无 反而送礼物给女人就容易得多 但是珠宝 首饰 种类都已经很多 每当一个女人问男人 今年的生日 你想收些什么礼物 相信这一个 都是男人最头痛的时候 她实在想不到自己欠缺些什么 她所欠缺的 可能是金钱买不到的东西 最后 女人只好用一份礼物的价值 来表达自己的心意 女人可能用上一个月的薪水 买一份非常贵重的礼物送给男人 男人当然感动 但是又认为 这个女人太爱花钱 不是一个贤妻良母 原来 男人最喜欢的礼物 只有四份 第一 称赞她 或者是崇拜她 第二 仰慕的眼神 即使男人做了一件很蠢的事 你都依然送上 一种仰慕的眼神 第三 生命的安慰 让她知道 你是会和她 同金共苦 这种心灵的安慰 是无价的 第四 送上一份 他们期待已久的激情 其实 不是特定的节日 一段关系里面 激情是需要的 同时 也都令这位男人 记得回 最初的你们 爱得多么前面 多么轰烈 礼物 归宗与否 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的心思 和心意 都不重要